好的那么继续新闻焦点要带您来关注的就是国际新闻了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失利现在改变战略 以飞弹跟无人机锁定乌克兰供电设施攻击 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不少城市都已经被断水断电 俄罗斯改打能源战 目的就是要让乌克兰的民众在这个寒冬中无电可用 借此打击他们的意志 不过专家认为目前看起来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并没有走向 巨大的爆炸声响接着就看到天空内升起浓浓黑烟 定念波罗的发电厂一早遭到两颗飞弹击中 导致城市内核左岸的居民停水停电 而不止定念波罗 乌克兰全国各地的城市包括首都基辅,日托米尔,南部港市尼古拉耶夫 都有发电设备遭到俄国以飞弹或无人机攻击破坏 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锁定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空袭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失利节节败退 似乎因此改变战略转而对能源供给开战 企图换一种方式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士气 这些人有改变的变化 他们使用这些伊朗弹装的装饰多了 但他们继续去拖着这些重要的,但不不大 货源的电力量发展 Russia似乎会在乌克兰在击乌克兰 军事专家表示 仰赖无人机进行空袭 显示俄国出现缺乏飞弹军火的迹象 乌克兰冬季严寒 缺电缺暖气不仅民众日子难过 对政府也会是严峻挑战 缺乏瓦斯 民众在户外搭棚子生火做饭 除了基础能源设施 民宅也是个俄军空袭的目标 看到被炸得破破烂烂的屋子 民众十分无奈 不过乌克兰人没有因此丧失斗志 尽管这个冬天可能会很煎熬 民众还是无所畏惧 表示要坚守家乡 还有人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 就算水电暖气全无 也要在荒芜破败当中 重新建立起失去的家园 过去一周 俄国密集攻击乌克兰的供电设施 发起另一种能源战争 希望借此消耗乌国政府的资金 在寒冬中打击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 目前看起来战术效能涌现 反而更加激起乌克兰上下团结抗敌的情绪 TVB的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 而现在传出伊朗除了将提供俄罗斯更多的无人机之外 还将派遣军事人员协助俄军提供无人机的培训课程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索衡 好 俄乌战间发展至今 双方已经进入到这个延藏赛的阶段 当然就是比谁的后援比较多 那么现在就说这个伊朗是不是偷偷的在帮助俄罗斯呢 因为不只是提供无人机 还传出说甚至派人来培训俄罗斯的军队 这是根据美国情报人士 他们就指说伊朗是派了数十人前往克里米亚 来帮助俄军操作无人机 不过当然这个消息包含伊朗以及俄罗斯方面都是否认的 但是像是乌克兰他们也是指证利利 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就说这个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飞弹呢 工艺量是有13% 可以呢这个提供俄罗斯飞弹呢 攻击剩不到三成 所以呢他们就来用这个无人机填补这样子的缺口 所以现在这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他就开窍说俄罗斯仰赖伊朗的无人机 也显示说他们的政治和军事 其实根本已经都状况很糟糕了 是已经到了破产这样的事实 俄罗斯出动伊朗无人机攻击 新方的情报官形容说 无人机是穷人版的精准飞弹 同时也反映出的就是俄军弹药匮乏 而伊朗其实呢是无人机制造大国 他们的技术也不断在精进 现在还开发出了一款中程的无人机 说航程可以到达2000公里 一旦落入俄军之手 这乌克兰西部恐怕也会不平静 这是乌克兰人的噩梦呼唤 听到无人机破镜反应过来时早已大难临头 扛起尖射飞弹试图拦截 还是慢了一步 首都基辅上空只要出现不明飞行物 防空火炮立刻此起彼落 能用的武器都用上 只要一发子弹击中就好 无奈还是阻止不了高速飞行的无人机 伊朗制的神风无人机 载着炸药跟仇恨让乌军吃足苦头 这种见证者136无人机 长宽3.5乘2.5公尺 大约是2至3个成年人大小 携带炸药12架就等于一枚巡异飞弹的火力 但是造价60万台币只有飞弹的50分之一 发射之后以最高185公里的时速低空巡航 难以察觉 最后一头栽进目标 引爆用冲击力跟爆炸双重大击 然而还有另外一款伊朗无人机 乌克兰情报官向CNN记者展示极落的残骸 贺见热腾腾刚出场的新无人机 这种迁徙者6无人机 时速达到200公里 更可怕的是他能携带四枚精准导弹 号称低空火药库 泽伦斯基看破俄罗斯武器库空虚 才会用便宜的伊朗货 但是事实上深根研发几十年的伊朗 早就是无人机制造大国 这座基地位于扎克罗斯山脉腹地 容纳了一百架无人机 视频画面显示 多种型号无人机沿着隧道排列 上个世纪90年代 正是因为西方制裁 伊朗一切靠自己研发 续航力已经可以执行中程打击 福特罗斯无人机 是伊朗国防工业制造的最大无人机 作战范围可达2000公里 伊朗不敢多讲那是因为新式的机型 甚至能直飞到以色列本土 代号为阿拉什二的无人机 可以用于攻击以色列的海法和特拉维夫等城市 这让乌克兰游行冲冲 因为一旦俄军取得的话 不只是首都基辅 甚至连相对平静的西部 都将受到无人机的威胁 看着这些残骸皱眉头 国际制裁俄罗斯的破口 展露无遗 只要伊朗不受禁运影响 就没完没了 乌克兰不仅扬言要跟伊朗断交 还呼吁西方国家出重手 制裁军火交易 毕竟不是制裁伊朗本身 恐怕一时之间 乌克兰摆脱不了轰炸梦魇 TVBS选中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